Hello,大家好 那之前我们学习了常见的这样一些手势识别器 就包括了Tap, Pinch, Rotation, Swipe, Pen 还有我们的LongPress 为什么有一个识别器 就是在X6.X以上Xcode 6之后的 多加了一个叫ScreenEdge 就是屏幕边缘的这样一个平移 也就是说它会从手势从屏幕边缘滑动过来 对吧 往往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有些界面的时候 从屏幕边缘滑动过来 会拖出一些界面出来 相当于会拉就拉木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去讲呢 因为它是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是Pen的一个变体 无非就是它的起点是在屏幕的边缘 而我们在模拟器上还不太好测试这个东西 这必须要在真机上测试 所以我就没去讲了 大家如果将来在商业项目里面会遇得到 就是从屏幕边缘滑动过来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就可以选用这个 但不选用它其实用Pen也是可以去实现的 好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来深度的解析一下 关于手势操作的一些事件 那我们之前学了怎么样去用了 那么可能有一些原理性的东西还需要补充一下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补充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UI事件的分类 就在我们IOS里面我们讲 其实我们无非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点来点去的 全部是Touch事件对不对 但是IOS真的就只有这几个事件吗 其实不然 那么在官方的文档 我这就偷了一点懒 我把官方文档copy下来了 那在官方文档上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IOS是有三类事件的 第一类事件叫我们的Touch 我就喜欢用这个了 OK 第一类就是Touch 稍微淡了一点 换个颜色 换个红色 第一类 叫Touch就是点击屏幕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点啊点啊点 包括我们在屏幕上滑动 它实际上也是由若干个点所构成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Touch 那么第二类叫什么呢 第二类叫我们的Motion Motion是什么呢 Motion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动作 那就是摇动啊等等啊 各种的这种加速感应器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动作 比方我们拿着手机摇晃 摇晃 就是这种跟感应器相关的 很多的这些也会产生若干的事件 我们成为Motion 你就记住跟 基本上就是跟感应器相关的这一块了啊 第三个叫什么呢 Remote Control Remote Control 叫什么远程控制 怎么会有一些远程控制呢 它也会产生一些事件吗 大家想象一下 比方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3.5的那个耳机插孔啊 那个耳机插孔 如果说你在玩iPhone的时候 用iPhone的那个线控耳机 我们是不是直接在那个耳机上 就可以操作这个歌的暂停或者启动啊 我们按了之后 它是不是一定有一些信息信号 从那个3.5那个地方来进行传输 进而来操作到我们的APP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就算是远程的这个控制了呢 对不对 它往往是指 是跟我们iOS硬件相关的一些附加设备 所带来的一些控制事件 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就包括蓝牙呀 蓝牙外设的蓝牙设备呀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远程控制 都属于远程控制 所以整个iOS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分为这三类 当然这一刻我们主要都是 其实讲的都是跟Touch相关的事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去理解它 我把这个稍微弄粗一点 主要都是跟Touch相关的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事件的 它的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Touch事件 我们既然主要来研究Touch事件 那我们了解一下Touch事件的阶段好了 好 那么Touch事件实际上会分为四个阶段 那从方法名来说叫Touch Begin Touch Smooth Touch End Touch Cancel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Begin就是开始 就是我们的点击已经开始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屏幕上移动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事件完成了 就相当于我的手指已经放开了 手指放开的时候和手指刚放下来的时候 以及手指正在移动的时候 那还有个退出呢 比方说就是相当于被意外的中断了 比方我正在屏幕上滑动 对吧 正在操作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电话 是不是它就会弹出那个电话的那个窗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那个事件就退出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由这四个过程所构成 就这四个过程所构成 而这四个过程用来标的 我们后面要用得上 待会给大家讲自定义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说到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事件状态机 这就是我们的事件状态机 那怎么样去识别它到底是开始了 就是它这次点击是否生效 就单个点击而言 那么我们就会说它会有这样一些过程 就是它可能成功 可能是比方说单击 可能是双击 所以它会有一个possible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一旦成功了 我们识别出来确实是个单击 那就是reconquilized 那就识别了了 如果失败 就发现它根本不是个单击 它是想滑动一下 那OK 那这个就失败了 那如果连续性的 它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是否改变 是否退出等等 和笔件等等等等 好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事件状态机 理解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多点触控的踏起过程 什么样子呢 我们根据我们刚刚结合来分析一下这块 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模拟一个过程 什么样的过程呢 我把两个手指头放在这个屏幕 然后把它这种滑动 就是这个叫什么 捏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一个多点触控 对不对 好 我们当把两个手指头 一般情况下 不会是同时放进去 对不对 我先放一个手指头 放一个手指头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 我的第一个点 叫touch1这个点 它进入到什么阶段呢 进入到我们的touch face began 就是我刚刚说的 began那个阶段 大家还记得我们四个阶段吧 四个阶段 记住 好 它就开始了 相当于我点下去的时候 它就记录开始了 好 然后呢 我这个手我就开始动了 然后再把另外一只指头点下来 那么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指头 进入到move的了 然后第二个指头又开始began了 好 然后呢 当两个指头现在都开始在滑动了 然后两个指头都是move的 最后呢 我两个指头抬起来 两个指头都变成m的了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怎么从began到move的 再到end 这样一些过程 但还会有一些意外 比方cancel 对吧 你这样四个阶段 是我们非常有必要去了解的 那么 那么既然有了这些东西啊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触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 原来就是这几个过程嘛 无非就是touch的began啊 move啊 end啊 什么的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那我们说 这些实际上我们整个ls的UI的响应靠的是哪个类 是不是UI responder 对吧 UI responder 那么UI responder 它在接收的过程中 接收响应的过程中 是不是就一定会有这四个阶段呢 我们猜一下 一定会有 对不对 不然它怎么去接收这个响应呢 对不对 好 那么 那么 那么谁又继承了它呢 好像UIView就是直接继承了它的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就直接找一个UIView来试一下 这四个阶段 是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 好 我们就可以来操控一下看看 那现在我们来建一个项目 UIViewTest 应该叫UIViewTouchTest 就无所谓了 好 我们在这儿 我们自定一个view吧 我们自定一个继承它的一个普通的UIView 我们自定一个UIView 比方说UI3Dview 继承UIView swift OK 然后改一下import UIKit 好 那么在这儿我们既然是继承UIView的 而UIView呢又是谁呢 又是 你看又继承Uiresponder 对吧 而UI Responder 我们看看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阶段 看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果然有Touch Begin就是四个阶段 而这四个阶段它自然就会接收响应 谁说的必须要继承UIControl才会有事件响应呢 当然不是了 对吧 只不过我们的UIV有没有去实现 那好 现在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那我重写一下对吧 那当然我们直接敲也可以 比方说Touch Touch Begin 开始 你看我们再来 Touch End或者Move 然后同样的Touch End 还有Touch Cancel的 好 这个 这些 这个我就先不管它 这块我先不管它 我先来看这三个 那首先是点击开始 我们打个log 好 同理 打个log 这个也同理 好 这是什么问题 多写了 好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类 其实它已经实现了什么呢 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事件点击的接收 而且我们验证一下 确实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指定用哪个函数 或者用哪个委托函数来实现它 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定义什么呀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我们的 这个 某一个UIView的事件的action方法 对不对 好 那这里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要用到这个view 对不对 那我就来用一下好了 那比方说就在这个UIControl里头 我们来用一下它 3Dview等于UI3Dview 然后 对 我们这样子给它构造一下 init一下 一样的 这样子方便 super init 因为我需要用到它这个构造函数 有问题吗 OK 好 需要直接用到它 然后我们在这也是 就直接用它就好了 直接用它就构造函数 CGRECT 那比方说 20 20 50 50 随便 然后呢 我再给它设定一下它的背景 uicolor.green color 然后给它添加 subview 把3Dview给它添上去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嗯 好 我们来点击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 我们刚才一个简单的点击 在点下去的时候 它就 是不是就已经接收 响应到了我们的begin 然后抬起来的时候 就响应到了我们的end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试一下 我把这儿清空 我再移动一下 你看我现在鼠标没放起来 没有 就相当于手指按下去 没有抬起来 然后再滑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 一直在move 对不对 然后松开 就end了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子实现了 对不对 而且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呢 它的move 虽然我们看似move是一条线 但实际上它是由若干个点所构成的 对不对 我们要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印象 好 大家想象一下 原来我们的UiView是可以去接收 各种各样的这种点击事件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我们的UiControl的子类 才会给我们封装出来 而我们的UiView没有给我们封装出来 那如果有必要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封装呢 对不对 从某种角度来说 实际上我们学习这些手势识别器 不也是为了对它进行一个封装处理吗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原理一定要理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打一个普通的View的时候 我们随便打一个View Self的当前的这个View Self.View 你就会发现会有什么 一堆的这个Touch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方法 直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告诉我们 当然了 既然我们说了 既然iOS有三类事件 有Touch 当然也会有Motion了 对吧 你看是不是都有啊 对吧 好 那其他的你们可以类比学习 这一刻我们就不做拓展 那了解了这个机制有什么好处呢 就方便我们后面去自定义 自定义我们自己的手势识别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系 看一下我们的手势识别器 视图和视图控制器之间的关系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什么呢 大家想象一下 实际上我们一个鼠标点 或者我们手指点下来啊 点下来之后实际上响应的是谁呀 是我们的视图去响应的 对不对 但视图响应了之后呢 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 所以他会交给我们的手势识别器 来进行一个处理 进行一个手势识别 那么手势一层一层上传的时候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也会让我们跟视图相对应的 ViewController来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从我们这个层级关系来说的话 你看 视图可以处理 那视图不想处理 就传给我们的ViewController去处理 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它们之间的关系 而那个处理的细节 就可以通过手势识别器来 但如果没有手势识别器 你直接在视图里面去识别 行不行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对吧 说白了 手势识别器就是一个识别规则而已 仅此而已 好 这一课基本上都是讲道理 那大家先消化一下 下一课我们来实现 我们自己自定义的手势识别器 好 这课就讲到这里